我很多謝陳俊錫今天給我機會來跟大家說一下 就是大澳的龍洲遊聰 其實在座我想很多人都去過都知道的了 可能都聽過我說比較生腹皮 不過我都很快地介紹一下龍洲遊聰是怎樣 龍洲遊聰就是端節舉行 大家今天都聽了很多就是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這個名字 非物質文化遺產為什麼叫做遺產呢 我們今天就不在這裏討論 在英文那裏就是叫做cultural heritage 或者是譯翻做中文我們叫它做文化傳承 就是有些東西我們是一代一代傳下去的 那遺產其實有個含意就是這些是所有代替剩下來的東西 就不是很活的 但是剛才我聽麥博士說就是 其實在床州的例子你看到就是 很多東西在這裏面子 很多新元素都加入下去的 所以呢文化傳承這個名詞 其實似乎比較可以講到那個轉變和那個嚴重的關係 那周冠長剛才都說了就是那個公約 那因為就是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有這個公約 那中國是一個簽約國在一個國為特任政界 所以參加這個非物質文化遺產那個補助那個方面 那周冠長也都說過就是有五個不同的範疇 那就是那個非物質文化遺產那裏 那剛才阿曼博士都提到就是公約內容講到 什麽叫做非物質文化遺產 那這個呢可以網上大家可以下載的 在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網站那裏 那這個呢就是我們講的非物質文化遺產的精髓所在 究竟什麽叫做非物質文化遺產 那整個最強調就是社區和群體 即是說如果我們要搞一個活動 即今天我們講的非物質文化遺產的時候呢 一定要有人去做的 如果沒有人去做的話呢是很難延續的 那這樣東西呢就是世代相傳的了 那最重要呢就是和負責 即是進行非物質文化遺產 那這班人呢是和他有一個認同感 那認同感就是怎麽樣呢就是說 大家覺得這樣東西呢我們是光榮的 我們是引以為榮的 我們願意去做的 那變了就是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就是希望就是因為那個全球化的問題呢 令到很多傳統的東西呢是漸消失了 那變成了一個地方的社會 怎麽樣去找回自己的認同呢 那這個傳統的東西呢 似乎是可以給大家一個契機 那我們呢就香港也是就著這個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公約的內容呢 去進行那個保育的工作的 那呢就我們在講大澳 即是今次我們講端子的龍舟尤聰 那我們大澳的時候呢 我們在講一個活動呢 他為什麽會出現呢 其實和他的那個自然環境和他的歷史的過程呢 有一個很密切的關係 大澳呢其實就是在這個珠江湖 那你看到呢就是那個黑點的地方就是大澳了 那如果你在有這隻游泳的話呢 你可以有長途泳的話呢 你游泳去澳門呢是比游泳去中環呢 即是澳門呢是很近的 那如果你有船的話呢 基本上在大澳如果是順風順水的話呢 你一天可以去到珠江湖的對岸的了 那如果你要去中環呢 反而是更加久的 那所以呢我們要了解大澳的時候呢 我們要把他放回珠江湖這個 這個落落環境那裏去了解 那你看到如果在上面下來呢 那隻船呢順流呢 是很容易去到大澳的 那我們看回呢就是在清朝的時候呢 其實那個珠江湖的經濟重心呢 就不是在中環的 因為香港的經濟呢是142年 英國政府拿了香港之後呢 才慢慢發展出來的 但是葡萄牙呢 葡萄牙人很早呢 已經是割入了澳門的了 那澳門呢是有400年的歷史的 那所以其實在英政府拿了香港之前呢 珠江湖的經濟重心呢是在澳門的 那變成呢那個經濟的那個區域呢 在整個珠江湖那裏 那經濟啦 那運輸啦 以前我們 即現在就是我們可以搭高鐵 搭飛機可以去快 很快去到其他地方 但是以前的話呢 陸路交通其實是一件很困難的事來的 那變成呢 水路交通呢是一個很重要的地方 很重要的元素來的 那你想一下呢 就是如果我給你一百斤米 叫你搬回家 其實是很困難的 一百斤米是很重的 但是如果你有隻艇的話呢 你把那一百斤米放在艇那裏呢 你搖一下搖一下呢 有一天你始終是搖到澳門的 一大澳 是不是 你可以做得到 那變成很多時候 我們看回大澳那個過往的歷史的時候呢 我們要放回那個水路網絡關係那裏呢 去瞭解 好了 除了那個水路網絡關係之外呢 有一個很特別的特點的 在大澳和澳門之間 因為大澳和澳門呢 就是珠江的出口 珠江呢就是淡水呢 在北面呢是流下來的 那就是和南租國的鹹水呢 是交匯的 那如果大家有讀地理的話呢 你都知道呢 鹹淡水交界呢 有一個什麽現象呢 鹹淡水交界呢就是那些 水裏面的那些 物資呢就是很豐富的 那變成了地生物比較多 那變成了呢就是那個 海產呢是很豐富的 那所以珠江口的鹹淡水交界呢 是一個很重要的漁場來的 那其實珠江口的這個 這個香港其實是一個 我們說是一個福地呢 其實是很有趣的 如果你們有讀生物學 你都會 如果你留意到呢 香港的蝴蝶呢 是有二百多個民眾的 是多過整個英國的 那所以我們看到呢就是 其實大澳那個環境呢 其實是很特別的 就是在珠江口那裏 那個生物多樣式 那變成了漁民呢 就是因為珠江是一個漁場 所以大澳是一個很主要的 漁液的地區來的 到一九六零年代呢 大澳是香港四個 我們說的主要漁港之一 那這個漁港裏面就是 可以俗語啦 這個就是我們在珠江口 望出去的大澳山上面 不是很反應 不知道為什麼現在不動 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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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叫做魚頭石 噢 噢 我們做研究的時候呢 漁民跟我們說呢 就是因為這兩粒小石呢 所以大澳的魚呢 是會叫的 就是那些黃花魚 噢 那黃花魚呢 是真的會叫的 噢 就是如果你出海那裏呢 那些魚 如果有頭那些魚呢 它就會叫 但是呢後來 我發覺人家檢証我呢 就是說 它們會叫不是因為那兩粒石 那兩粒石呢 是接收聲音的 那它都是用它的呼吸 和它的塞呢 去發出聲音的 那黃花魚就是有這個特點 變成呢 你使一隻艇的時候呢 在那個珠江口那裏呢 你就有機會 以前那隻現在沒有啦 就會整群黃花魚呢 在那裏叫的 嘗嘗我呢 那就是 叫他們說了 我經常聽到 但是聽不到 那那這樣 那於是漁民呢 就要去捉這些黃花魚呢 那捉黃花魚呢 就是一些有技術的人呢 就是怎樣呢 因爲以前那些船呢 是用風帆的 很靜的 那於是呢 他們泊在那裏 那很遠 就會聽到那些黃花魚 在那裡叫 現在我們可以用聲鯊 可以查到那些魚去哪裡 以前就沒有了 那於是呢 那於是呢 在魚群上就會落網 以前因為那群魚大 於是他們就會組隊去捉魚 通常四隻船一起 去到魚群上面 就圍一個圈 就落網內圍著魚 落網之後 就會敲船在那邊去嚇魚 魚就會撞在網上 捉了牠 黃花魚的魚 就是有個魚信 魚信是8月15日到11月15日 過了這個季節 都是黃花魚大 就沒有那麼多了 於是大澳的漁民 於是他們就有個方式 就是每年到8月15日到11月15日 他們就會找他們的那些拍檔 就是我們組隊去捉魚 他們覺得大家技術相同 大家有這麼長的能力 就會組成一個 船隊去捉魚 他們相信那個菩薩 是會幫他們的 要你夠運的話 你會捉得多魚 你捉得多魚 你覺得菩薩幫你 於是你要多謝那個菩薩 他們的做法 就是將那個端午節的油寵活動 就跟這個漁業的經濟 是連理上來的 那他們的做法 就是怎樣呢 他們組成就是有三個不同的漁業全體 那剛才我講的黃花魚 只是其中一個 他們是用黃花魚的船隊 那當然呢 另外一些呢 就是捉池魚的船隊 那范森記呢 就是我們今天來的代表呢 那他以前呢 他們組妹呢 就是捉這個池魚的 那池魚的季節又不同 那池魚呢 就在年初的 就不是在年尾的 那池魚呢 就浮在那個海面的 那他們的做法呢 就是就是 琴進一隻船圍 那個很高的那裏呢 望出去 望到魚群在那裏呢 然後呢 就去捉他了 那你回到呢 我們講這個 就是捉黃花魚的深堂 那他們呢 就組成他們的組織 那他們呢 就會會員呢 會登記呢 他們每個漁信 就是每年在 從15到11月15的時候呢 就捉到多少魚 捉到多魚的那隻船呢 就成為頭船 第二多的呢 就叫二船 好了 那頭船有什麽要做呢 頭船呢 就是要將他們每一船都一樣的了 就是將他們捉到魚那個 收入的2%到3呢 就抽出來呢 就作為端午節的 油沖活動的經費的 那頭船那個呢 就有一個 就是 就是你出那麽多錢 就要給他威一下 那於是呢 他就有權呢 去菩薩 去廟那裏呢 將他菩薩的神像呢 是接回來的 那就是那個代表呢 就是那個菩薩呢 就是 周代他了 那變成你看到 我們有一個這樣的系統 捉得最多魚的人呢 就會出得最多錢 去支持經濟活動 那這個 支持這個宗教活動 那這個宗教活動呢 就是因為你支持他呢 那到最後又保佑那個 是魚文的 那這個呢 就是其中 大澳以前呢 就是捉黃番魚的 叫大尾仔 就是那個大尾 就是那個大尾 這個小的菩仔御舍 那在大澳呢 他們有三個傳統的龍舟會 他們都有成績了 百年以上的歷史的了 那爬艇航呢 就是捉持魚的 先魚航呢 就是魚 就是將魚買了收購呢 再運去市區呢 去出售的 那合心堂呢 是捉黃番魚的 那在五月初四 和初五呢 他們就進行 他們那個宗教活動了 在五月初四的時候呢 他們呢 就會建立他們不同的 臨時的活動中心呢 他們叫做 我們叫做龍等 那這個呢 就是爬頂行的龍等 那他們呢 搭了一個爬 然後這個呢 就是合心堂的龍等 那就是三個行會呢 都是他們自己臨時的活動中心的 那在初四的時候呢 他們就會去到 這個四間主要的廟宇呢 去接神 那他們呢 就是去這四間廟 就是 猴獲廟啦 陽猴廟啦 天后廟啦 關帝廟 和紅色廟的 那如果大家去過廟的話呢 你都會看過呢 那個廟的神像呢 是很大過的 就是成四五呎 在那個廟的中間 的後面 那變成呢 你就是沒有可能呢 是將那個 那麽大的神像呢 去請出來 參加這個活動 那於是呢 當地的人呢 其實整個南中國 都是這樣的了 就會做一些神像的副本 那你叫他做恆生的 就是小時候的菩薩 就是好像一個影影門那樣 那帶出來呢 就去參加那個 宗教活動 那他們去廟的時候呢 才上香啦 那麽然後呢 就將那個神像呢 是會接回來的 那在初四那天 那你接了幾個神像之後呢 就將那四個神像呢 就擺在自己那個 在那個行會 就是那個龍等的活動周深那裏 就擺在一個板上 那這個初四呢 就會有 我們合心堂呢 和這個仙儒行呢 是做這個接神活動的 爬頂行呢 就會初五朝才做的 那你可以想像到呢 就是說 每間廟裏面呢 其實有三個不同的小神像 就是等三個龍舟會呢 去接他們的 那如果你 不過你們都可能沒有機會了 有機會看到他們的神像 有些字呢 寫了屬於哪個學會呀 那個神像 那這些叫做恒生 好啦 那他們巡遊的時候呢 就會在初五呢 就會將那些神像呢 放回到神艇那裏 那裏 就去巡遊大戶的水道 那這個呢 就是1985年的一個 巡遊的一個景象 那你看到呢 就是他們 在神艇上面呢 有這個螺傘 有這個頭牌 是很靚的 那然後呢 他們就 巡遊的路線呢 就是巡遊大澳的 所有的水道 那 為什麼叫巡遊呢 就是他們相信呢 就是 那個水裏面呢 有一些 就是 不乾淨的東西 那你說很多時候 有些沽紋 或者水鬼 那 那 巡遊的目的呢 就是 做一些叫做 我們說的私販 就是這個巡遊的過程呢 他們就會燒一些 加密衣製 會灑一些水販 那等海裡面那些 那些 就是不好的東西呢 就是收了這些東西之後呢 就不去再干擾那個地方 射區 那於是呢 就大家就 深入去太平了 那捉魚呢 也都會捉得多些的 那這個就是很主要 就是他們 覺得 宗教方面的 意志 好 那那個巡遊的時候呢 就因為那個神聖的東西來的 那個龍舟 那龍舟上面呢 就不可以有人經過 那所以大澳的有兩套橋呢 它的設計的時候呢 都是可以開口的 那這條呢 就是新基橋 那新基橋呢 就是大澳的漁民呢 是自己建的 是這個土法建築來的 就是他們自己用木 建了這條橋 1976年到現在呢 都可以阿南北島的 那很厲害的 那如果你想著 扔到這個土木工程的話呢 可以參考一下 大澳的一個地方知識 是怎樣建築這個 這麼偉大的工程 那這條呢 就是叫大沖橋 是鐵造的 是由香港政府的土木工程處設計 叫師工 那 它也是可以開口的 那很多遊客呢 就不太喜歡這條橋的 為什麼呢 它就是說 大澳最近的地方呢 就是橫水島 你建了這條橋之後呢 我們就沒有橫水島了 這樣 那這條橋呢 是可以開口的 是可以用摩托呢 從它撤來 就是其他沒有說 我想說就是 這條是香港唯一一條 可以開口的橋來的 政府做 這個是將來我相信 是一個很重要的景點來的 雖然現在大家覺得它 不覺得它這麼好看 好 那麼呢 就 到端午節的時候呢 就要開橋的 好 反方在那裏呢 就是遊行不喜歡這條橋 但是我要說一說呢 就是大澳的人呢 是很喜歡這條橋的 為什麼呢 因為沒有這條橋的話呢 大家就很難去到 對面那個 海的對面 剛才馬博士說 我是大澳人 是我在大澳出生的 那小時候呢 我沒有錢 我就過不了海 就是很難去到對面 那現在這條橋呢 是方便很多的 那所以就是說 我們要 很多時候提到一個很重要的 就是說 當那個地方要發展 還有我們要保育一些 舊的市民的時候呢 那個均衡點在哪裏 就是究竟是 對居民的重要呢 因為對遊客的重要呢 那這個是我們要 要考慮的一個點 那這個就是神艇呢 那他們呢 就是在端午節的時候呢 就會 剛才我們說 就接了神下去 這部我想大家看一看 就是白傘 這把傘呢 這把傘呢 就是大家都說 就是不再重複了 為什麼要用一把這樣的傘呢 這樣 那要回到這個 這個那裏 那這條橋呢 我們新機橋呢 我們看到有人 是可以扯這條橋呢 等於龍舟過 但是這條鐵橋呢 要到達特別批准呢 你才可以按鈕 讓它開合來 在以往 當大澳的龍 端午游沖 還未成為國家級 非物質文化遺產的時候呢 這條橋的開合呢 是非常困難的 那自從大澳的龍舟 成為國家級之後呢 這條橋呢 就可以開了 那不可以開的時候呢 於是大家有個方法是怎樣呢 不要開 你過不了去的嘛 就是你整個棚在那裡 就是你用回 這個1985年這個呢 你過不了這條橋的嘛 是吧 就是那些螺傘 那些頭牌 那所以這個呢 就非常之有彈性的 你拆它下來呢 就可以收起來 你可以過得 過一期之後 你可以開回它 那還有呢 因為另外一個 很主要的問題呢 就是在70年代之後呢 那個漁業呢 是漫漫衰來 那變成了呢 那變成了呢 就是如果要大家出錢 去弄一堆任何呢 那個經費呢 是很貴的 那變成了大澳的漁民呢 他們覺得油蔥很重要 但是有什麼方法可以省錢呢 那這個就是最省錢的方法了 就是胡椒維他賴 我給他們了 就是這個呢 這個呢 就是一個比較容易的做法 你收個維他賴 那呢 就沿岸的人呢 拖得 油蔥呢 是一個很重要的活動來 因為它保有整個社區的 最重要的是 給一些居民參 那所以大家都會 沿岸呢 就拿著一些元寶呢 是等著龍舟過的 一個的時候呢 他們就會燒一些元寶的了 那變成了呢 就是其實 因為那一早端午節 有很多龍舟呢 是走來走來走去 那變成了他們 就要準備很多佛水土 那儀式完了之後呢 他們就會把那個神呢 送回廟那裡 那一個很重要呢 就是端午節呢 就是全年 那個潮水最高的時候 那也都最適合呢 就是龍舟油蔥的 那也都解釋為什麼呢 那個龍舟的活動呢 是選在端午節那裡去做 那你覺得很奇怪 端午節當然是做這個龍舟 為什麼不是呢 那之前再選 就是他們送回那個廟的時候 有一些衣服呢 就是送回那個神 就是送回一些新衫給他 那這個就是個大神衣來的 那然後呢 就問一下那個神明呢 是同不同意 就是搞得好不好 那問一下杯 那那個神就同意了 OK 那他們就可以 就是覺得今年呢 就是圓滿結束了 那到夜晚呢 他們就會有一個慶祝活動的 那就是用排隊友來講呢 他們會請一些歌星來唱歌 大家呢 大家呢 吃回一餐 那我們看到一些歌星呢 有些 就是大家就是 很難得一年呢 有個機會呢 就是大家 在那個日呢 回來呢 大家是聚受一堂 那天的大澳的啤酒消量呢 應該是全年呢 就是更高 哈哈 那呢 就 好了 為什麼端午節要爬龍船呢 啊 那很簡單的 我們在香港呢 端午節呢 就是公眾假期 那我們讀書的時候呢 本書也都跟我們講呢 我們端午節呢 是因為紀念鬱元 因為鬱元呢 是一個楚國的 一個很重要的詩人 是吧 但是因為國家的問題呢 是被人家 拿了 於是他就投江自盡 那於是呢 我們爬龍舟 那個目的呢 就是敲鑼打鼓呢 將一些會吃 他屍體的餘下鞋呢 降走 我們等些種下去 那這個呢 就是我們講一個 國家話語來的 就是那個國家 告訴我們 這個呢 就是端午節有的原因 於是呢 我們都會放假一天 去慶祝這個端午節 是不是 那但是呢 香港會寧呢 其實除了大澳之外呢 很多地方都有端午節 龍舟極度的 雖然他們不做油倉 但是大家可以問一下 大家去端午節今年的時候呢 問一下 大家有多少人知道 和鬱元有關係呢 我想大家都不是很清楚的 是吧 除了回學校考試 老師來要考的時候呢 我們就會填鬱元的那個 名字 內閣那個填充題那裡 那其實呢 我們看回整個東南亞呢 其實除了中國之外呢 很多地方都有龍舟活動的 那其實龍舟活動 和那個端節擺在一起呢 是一個很長的發展的歷史過程 那其實在地方社會裡面來講呢 很多時候我們搞龍舟活動呢 和鬱元的關係呢 其實是很少的 那很多時候為什麼呢 就是和那個地方呢 有一個密切的關係 因為很多時候我們地方社會 要搞一件活動 為什麼要搞呢 就是這件事呢 和我們的地方社會呢 有密切關係的 那對大澳的漁民來講呢 端午節這個遊沖呢 就是保護大家 保佑大家 就是那個太平的 那所以他們會做 和鬱元的關係呢 是很少的 那但是呢 有一個好處就是怎麼樣呢 國家的話語 和地方的原因呢 是沒有衝突的 大家是可以呢 同一日 做些不同意義的事情 同一個活動 是吧 那我們可以請一個政府的官員呢 去做主例嘉賓 在端午節那天 他可以跟大家講一篇 好好聽的講詞 是講我們呢 是怎樣紀念什麼 沒有問題 台下呢 大家爬龍船的人呢 也都很努力 將龍舟爬好 去保佑自己地方社會的體力 那我們這個可以看到呢 就是國家和地方的關係呢 是很特別的 就是中國社會 裡面我們怎樣就是 透過一個儀式呢 將國家的華語 和地方的要求呢 是很巧妙的 這樣呢 結合在一起 那現在呢 還多了一件事 叫做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 今天我們都看到呢 我們怎樣呢 跟國家呢 是連陣關係 今天是一個地方活動 那所以在一個活動裡面呢 我們可以看到呢 就是它可以有不同的意義的 同一個活動 對不同的人 對不同的群體 他們可以有不同的意義 好了 我們剛才講的大澳呢 70年代的漁業呢 開始衰退 很多年輕人呢 就促了去市區工作 於是呢 沒有人回來白龍舟 那 即是 沒有人白龍舟 一個問題 沒有人捐錢 一個問題 還有一個新的問題呢 會來的 今年呢 香港政府呢 是宣佈了呢 用這個拖網作業呢 是會被催催 明年呢 全香港的拖網漁船呢 都不可以作業了 那在大澳呢 我們還有幾隻漁船的 那我相信到明年呢 這幾隻漁船都沒有了 好了 當大澳的所有漁船都沒有了的時候呢 誰出錢去搞這個 用舟活動呢 那大家可以去想一下 我們都多謝你們 那麼就 深海漁船呢 也都是拖網不住 那麼政府呢 也都覺得是不對的 那變了呢 我們都看到呢 就是其實在那個 傳統那個儀式呢 其實因為那個 全球化的問題 因為那個 經濟的轉變問題呢 其實 無論是大澳 很多邊緣社區呢 都面對相同的壓力 是怎樣去維持 怎樣去維繫這些 傳統的東西 另外我想提一提呢 如果你大澳看龍舟金門呢 就是大澳一種很特別的爬龍舟方法 可以站在那裡爬的 那這個很好技術的 那但是我想說呢 這個技術呢 不是大澳呢 發展出來的 是在80年代呢 他們去東南亞參加了 國際龍舟選賽之後呢 在東南國那邊呢 是學回來的 一個爬龍舟的方式 那我想說呢 就是說 好像剛才某默士想說的 就是在長洲的黎照 我們都看到呢 其實一個活動呢 其實是需要很多人去支持 去參與 而參與支持的人呢 很多時候他們都有一套 自己的想法 是怎樣呢 是將那個活動呢 是做好的 那你看到那些大澳呢 他都引入了一些 新的爬龍舟方式 希望將那些龍舟呢 是爬得更快的 那當然呢 很多的儀式方面呢 我們都很多創新性的 那呢 就是這個總結 就是在一個 漫長的歷史過程裏面呢 那其實呢 那個漁業衰落呢 人口外移呢 對那個地方那個 傳統活動呢 是造成很大的壓力的 維持呢 是不容易的 那社會不斷地變化啦 那但是那個文化成全 就是那個活動本身呢 它是可以不變的 就是龍舟路線呢 是可以不變的 那但是參與的人呢 是可以將那個意義呢 是加諸在一個活動那裡 而將那個活動的意義呢 是改變的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是人 我們是有魂力呢 將我們的意思呢 是加下去一些活動上面 加下去一些符號上面 從而呢 是創造呢 是我們的認同 為什麼我們要認同一些東西呢 那些東西一定要跟我們有關係的 是吧 就好像我和我女兒呢 有時候說不太離譜的 因為她覺得呢 我說的東西都是很老很狗的 跟今天的東西是很不同的 那所以呢 我們覺得在重遠來說呢 其實非物質文化遺產 怎樣可以延續下去呢 其實很重要就是 但是要和她的社區呢 有一個僅密的關係 那所以我們要問呢 就是說 究竟這些非物質文化遺產 或者是文化成全 究竟是屬於誰呢 那我覺得呢 就是說 一定要將它呢 和地方社會呢 密切地列在上來 將它成為一個有生命的文化成全 我們怎樣成全呢 好像剛才周先生 把博士都說過 多謝大家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